3万块钱买的高端手机 号称有24小时四人管家 一键护轿支撑机 结果扫个码都卡还不给退货 同志们 最近这个抽象的热搜 让广大网友又关注起了Virtual 尾图手机 这个手机我十多年前在香港就见过专败店 当时就在老高端了 现在我没想到居然它还有 而且一边宣传鳄鱼皮 钻石黄金蓝宝石 这对豪奢的材料 一边接连被爆出疑似 国产机换壳割韭菜 拍照模糊卡顿等等新闻 这反差感拿捏得死死的 那到底跪在哪呢 据说买了这个手机 当你掉进了荒无人烟的山谷 他们会派直升机来救你 当然费用是自理的 有往往就说 穷人忙着上班 不太有时间掉进空无一人的山谷 你要仔细了解了解这个Virtual 卖手机的路子 你会发现那个古早的8848 泰金手机似乎就学了他们 Virtual可以说是诺基亚的一父子了 1998年呢 诺基亚的首席设计师搞了这个牌子 噱头呢是正宗英伦鼎舌手机 这些年Virtual早就被卖了好几手了 不是英国牌子了 现在国内这个Virtual的运营主体 是成都伪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还被爆出了上了老赖的名单 虽然东家换了老几轮 但他们这么多年的营销手段 那是非常的专一啊 用的材料听着都是让人高攀不起的 意大利进口小牛皮 定制珍稀鳄鱼皮 鸵鸟皮 黄世金陶瓷工艺 手工雕琢的糖卡被盖 南宝石的屏幕 钻石18K斤等等 然后说是英国汉普郡的工匠 手工打造的 顺便说一句 我开头说的那个3万块的手机 在Virtual里边还是低端入门款哦 最贵的眼镜蛇限量款 宣称跟法国皇室珠宝宝石龙联名 蛇身是439颗红宝石 蛇眼睛是两颗祖母绿 这款就要贵一点点咯 我刚去某东瞅了一眼 肯定降价了 现在是247万 仅剩一台啊 不知道买了能不能让刘强东亲自配送呢 重点来了 247万的手机前后都没有摄像头 两层门小屏幕 基本就是个老年鸡 这牌子最大的卖点 就是24小时私人管家 就说不管是订票 订餐厅 豪华酒店私人会所 叫直升机 三甲医院 绿色通道 只需要按下手机侧边的红宝石按键 都能给你搞定 江湖上还流传着这么个传说 成都某爸总和女友用餐 临时起义 想在户外LED大屏 投屏表白 打通了私人管家的电话 一个小时之后 屏就给投上了 咱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好家伙 听他们宣传 感觉是精致 shop daddy的标配 但是现实呢 却频频爆出一些迷惑的翻车新闻 就比如这个私人管家 有用户反映说 那个私人管家 基本就是个中介 弄啥你都得自费 打电话经常两三天不接 你提的诉求也处理不了 还有人吐槽说 说这私人管家 直接就是帮你在某团上下个订单 好家伙 就给人有一种 钱没有一辆豪华的超跑 打开车门 是两个人在里边 蹬资金车的既视感 至于功能上 他们放了一堆听不懂的高端概念 什么AI加web 3.0 一机三系统 48种语言实时翻译 智能终端 区块链 结果真正用上的 尴尬了 之前就有王先生接受采访说 他是花的快三万买的virtual 拍个照都拍不清楚 那就找售后呗 他们工作人员居然水淋淋的承认 我们这个拍照功能确实不太行 还要这回上热送的马女士 29800买的哲联屏手机 打游戏卡 就连扫码都卡 卡得怀疑人生 对方说好全套包装配件齐全就给退货 到店之后就出尔反尔不给退了 有消费者就说 这个手机修理费也奢侈的吓人 他手机15万多买的 不到一年 上下件案件就坏了好几回 前前后后修理费花了2万多 更离谱的是 virtual还被爆出来 疑似是用国产手机换壳卖高价 有网友就对比了 他们的一些机型 和某些2000多块钱的国产手机 不管是屏幕尺寸 还是各种参数都极为相似 对此 virtual他们就跟媒体说这些谣言 强调他们的元件都是进口 这个就无从考证了 三万块钱的手机卡成这样 200多万还只是个老年机 总之就比较难评 只能说他们倒是不坑穷人的钱